在内地出示这张残疾军人证 就可以半驾搭交通工具 不过在吉林这个巴士上面 就发生了这一幕 退伍军人何先生 星期一由吉林市搭巴士去乌拉街的时候 就算出示了残疾军人证 9元的车程都要给足正价 他当日下午回程 和售票员争论了一番 才可以给5元的半价 不过当他要求拿回收据的时候 售票员就说要给正价才可以拿到收据 更加破口大骂 何先生之后在网上写文去说一件事 他引述售票员说 应该将他送去美国 感染病毒死了他算 又说售票员煽动其他乘客 去一起骂他 他强调自己据理力争不是为了钱 而是维护军人的法律地位和形象 又说如果事件处理得不妥当 就会有更多残疾军人被人侵权和侮辱 他的经历在网上引发烈烈讨论 又不少人声援他 要求巴士公司解释 并且要严惩售票员 不过也有人提出 巴士是外判的私人公司 所以没有义务去提供优惠 吉林市政府之后发表通告 说已经对巴士公司的负责人 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并且要求巴士公司道歉 而涉事的售票员就要离职接受培训